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来自Gorex Time Piece G74 的小马 今天这个主题有一点害羞 朋友们都知道日本最厉害的是什么吗? 是,大马亭一代 你们不要小小不知道是什么啊 今天,要像小刚来弹着这支表 你真的不会随便随便就能看到 也肯定不会和隔壁老王撞表的一支春宫表 说到春宫图或者春宫表这三个字 其实在18、19世纪这种艺术就已经有了 当时候的人哪里来什么pornhub 你们不要误会啊,搞的是小刚写给我的 所以我完全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pornhub pornhub是什么 其实这些爱情动作片 也归为有钱人和一些上流社会人的玩意 也代表着富裕的生活 在怀表或是很多古代物品 甚至是一些建筑物也出现过类似的图案 你戴着就可以代表你很富裕 讲下咩 所以这支表可以用很多的角度去欣赏 是不是一股假装定又讲得很好听这样 今天要给你们看看的这支表 叫做安甘宣家春宫表 宣家的翻译叫做春画 我们现在来看看小刚对这支表有什么看法 这一次这个高人气品牌 安甘这个春宫表 整个开箱是跟之前那些表盒是不一样的 这个稍微很特别 我个人非常喜欢 那个外盒你会看到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春宫图 来到里面你会看到安甘非常大一个字 整个表盒都是用黑色的 上面这边有个卡槽 这个卡槽就是拿来放这张卡的 就是你买这支表 所有的这些资讯购买的日期 二维码这些你都可以通过这张卡 所有的资讯都会印在这张卡上面 打开这个表盒 下方这边这个海面的部分 你拉开之后 你就会看到下面是一个非常简单放表的一层 那它是没有任何的暗格的 那纯粹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拿来放这一个春宫表的格子 这次小刚称赞是它质量跟尺寸 都比之前做的来得比较大也比较好 这个是小刚个人非常喜欢的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简单的快速看一下 这支表的这个规格 那讲到这支表 这个表科的这个规格和跟它的设计 其实在这个安甘这个品牌当中 是一款非常经典这个表科的设计 所以基本上这个规格 跟之前那些都大同小异 跟它这一款这个表科的设计 所以今天小刚不会把解说放太多 在这种规格的部分 那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精华 高超的部分 真的是跟它的规格没有关系 那管它是什么机型 机型都不重要 今天小刚第一次讲这一句话 不过还是要先快速讲一下 它是一款40mm的这个表科 那这个表带的部分也是用20mm 厚度也大概是12mm左右 跟之前都是一样 也是不锈钢的材质这些 那这个男生女生都一样可以佩戴 女生敢不敢戴我就不知道 那机型的部分就是用一颗 日本这个Sekho的 这个进攻VK64的这个 MekaQuads 就是用这个 10英的这个精准度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构造 它这个 它这个零件的部分都是用这一种 它的这个原理是有用到这个 跟机械表一样的这一种 这个原理 但是它是以这个10英的这个去抄去 去提供它动力的 这个我们叫MekaQuads 就是好像机械跟这个10英的这个结合 它是一个即时的这个机型 这个进攻的 那这个就是它一点点 基本的一些规格 那这支表我们还没有放大来看之前的 我们先来很快速的讲一讲小刚这个上手的这个心得 这个体验 那这支表先讲一讲 这个图案 它最精髓的这个精华所在 那绝对不是乱乱画下去 那这一种日本的这一种 这一种春画 它是有着这个百年的这个历史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 讲的好听一点的话 那12点钟你会看到它有个当世风俗通 那这个意思它就是翻译成它是非常风流的那个那个含义 那个意思 而且这个字写的也是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主要其实它有两款 一款是灰蓝面的 那一款是比较中 带一点奶白色的这样子 那表带一个也是比较深的这一种 这一种灰的 那一个也是中褐色的这个表带 那主要每一款都是限量300支 而且两款的这个图案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喜欢的朋友们可以两款都把它买起来 那马来西亚朋友非常幸运 因为进到来马来西亚 其实也只有应该不超过十支吧 几支而已 我知道是 所以这一支表确实是百年难得一件 非常非常的火 那你会看到它的这个指针 这个石针分针这些 都是用一个稍微比较斯文的这一种 比较有文艺的这个柳叶的针 这个造型这种Lift Hands 非常的漂亮 那下图六点钟就有这个图案 它背后也是一样有印上这个图案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九点钟就一个小秒针这个秒盘 这个三点钟方向你会看到 还有另外一个24小时的这个表盘 在这一边 那今天这一期呢 朋友们可以说真的是看到赚到 因为应该没有一个频道 把这一集这一个表款 可以做的那么的开放 那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 那先说一说玩表的朋友 也知道春宫表 这一种eroticwash 基本上只会在好像 宝波 Blankpan 或是这一种 Ulysse Nadine 雅典这一些顶级 中的顶级品牌里面 你才会看到 甚至这一些品牌厉害到 我可以把春宫表这一种 杜耶的这个动作 跟这个三问的这个 敲击的这个声音 结合起来 哇多么的厉害 当然了 今天这只鱼 马币一千多 一千多块了 你还可以看到在市场上 有春宫图的这种表 你真的是没有 没有别的高人气的品牌 你会看到了 基本上你真的是百年难得一见 所以我经常小刚就说 暗淡这个真的是高人气的品牌 确实真的很有创意 而且又不是他本来 这个品牌的这个精华 而且他今天画的 还是日本的这个爱情动作片 爱情动作图 有意思有意思 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等一下 一起去欣赏一下 这个放大之后 希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身为一支 a watch to watch porn的表 小刚个人真的是觉得 这一类型的表 百年难得一见 这个真的是应该要放大来看 而且是放真的是 放大去把玩去欣赏 才能感受到这一支表 要表达的这个意思 那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小刚放大来看 只是在帮这边的观众 这边的朋友们 帮你们看一看 这一支表 及不及格 过不过关而已 那像我们放大来看之后 你会看到 哇12点钟方向 它在这个 它的这个奶头 而且这个目测应该有C 这个有C罩杯 而且应该有C cup 再来你就会看到 它这个男的这个 还是兔头的 哇这个 非常的厉害 而且还有 还有Galatay Mao的 这个非常的轻 那再来你会看到 9点钟方向呢 有一个红色的这个春字 而且这个春字 非常有立体感哦 那你可以想成 春宫春画 或是春代 都可以 再来你看上方 12点钟 你会看到有一个 这支表的这个主题啦 当事风俗通 就翻译成 它是很风流的意思 那这个3点钟方向呢 你会就会看到 它有这个 24小时的这个 小面盘在这边 那整支表的这个做工呢 它这个手工呢 跟这个图案的 这一些细节的部分呢 我小刚真的是想讲了 已经远远高于 它给出的这个价格啦 那这个个人是小刚 个人觉得是可以 大大称赞一下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来到后面呢 它这个图案啊 哇这个图案 才是真正高潮的地方 哇那你看到这个 它其实是跟前面 那个图案是一样的 只不过前面那个是 只放了上半部 那这个后面的图案呢 就是把整个图案啊 印在后面这一边 那这个图案 你后面一放大之后 你就看到哇这一堆毛 跟它的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我说不出口 朋友们 你们自己脑补一下 那我只看到一堆毛 跟一只东西 哇 而且上面的部分 你就会看到刚 它在挤它的奶头 跟它这个兔头的这个 兔头男 还有一个红色的这一片布 哇这个女的啦 哇还穿着这个 这一种 当代这种 很有文化的 这一个日本的这一种 和服啊应该是喔 没有错的话 真的是 但是这个手工啦 小刚真的是讲了讲啦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创意 非常非常漂亮 手工确实做得非常的好 看第二只喔 这个灰色的这一支表 带着一个款式喔 那这个图案呢 刚刚那个是兔头男 这个是草帽男 那戴着一个草帽喔 哇似乎要去钓鱼的样子 那哎 这个女的下面 还夹着一顶帽喔 这个也是一个草帽 这个比较大顶的草帽 但是这个女的这个衣服 你放大来看之后呢 哇还有绑这个ribbon 而且他穿的这个 红白线条的这个衣喔 哇这个 感觉就比较新潮 加一点的复古啦 那还是一样 十二点钟有这个 当世风俗通的这个字喔 那整个面盘是以这个 带一点灰蓝的这种颜色 做主题的喔 那你会看到他这个 九点钟也是一样 有这个村 非常立体的这个村字喔 哇你会看到 有好大一个雕 那而且还是有毛的喔 那他也有毛 他也有毛 哇而且这个 还是穿着这个 红白线的这个衣服的喔 那腿上就架着一顶草帽 那他也带着一顶草帽 哇真的是很有这个 艺术啊 哇这个 那整体这个图案喔 那你看喔 他这个肤色喔 这个女的 还是很白的喔 是 太兴奋吗 要补血吗 那你会看到 哇 整体的这个图案喔 真的是手工啦 做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喔 绝对是及格 过关 对这一支表感兴趣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喔 大家可以到吉伦坡KL MIT MELI里的AWG 或者是JB SaukeyMIT MELI里的AWG 表店购买 付款时 千万不要忘记 少一少影片里的二维码 Kiwakot 就能拿到比平时更高的折扣游会 这个二维码 特别游会是小刚 特别为表友们争取的福利 非常的难得 这支表在马来西亚 也是限量发售 数量不多喔 想收藏的朋友 赶紧抓住这一次的机会 来到结尾的部分 我 小马 不会用性价比 去形容这支表 反倒会用很值得 很好玩 去形容它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你要叫一表聊天下 或者一表丢天下 都可以 反正我小马女生看到 是会很尴尬一些 什么都不用讲 给女生看你的表 她就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了 厉害没有 男生 带出去 在女孩子 或者是在男生的面前 肯定会有聊不我的话题 好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马 拜拜